请收看 维新世界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赶贝总走苦大舟 把风光处与伸透 冬腾苦悦生态地 易经是大学 大学在易经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 欢迎收看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这个节目 我是维新圣教 综物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袁新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 混元禅师 行道的初衷就是养贤蓄财 正名欲得 高尚旗帜 天下太平 混元禅师继承了鬼谷文化思想 中华文化道统的瑰宝 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 开创了七千年来的先驱 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 揭开千年来易经风水的神秘面纱 在台湾各个乡镇及世界各国 开班弘扬易经风水之学 以达到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的本愿 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 继续邀请到 易经大学的校长 原艺法师 最幽默 最风趣的校长 田立维校长 来跟大家分享 易经大学的教育理念 校长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好喜欢听校长讲话 也很喜欢跟校长聊天 每次听着都欲罢不能 刚才我们的摄影同修 也是听校长讲话 听得好认真 听到忘记切画面 我相信校长的学生一定都是这样 上课的时候盯着校长目不转睛 就像盯着我们的师父在讲经 在上课一样都目不转睛 这是我们校长的魅力 谢谢 非常赞泰校长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前几集有讲到易经大学 有八德贤士 那从中校人爱信义和平 一直到平心贤士 再上去有圣心佛心贤士 这些果位 位阶 那我们同修可能会好奇 那我进到易经大学 是学习什么内容呢 也许有更多的十方善性大德 他们想要进来知道 我们初期班的内容 正期班的内容等等的 有哪些呢 请校长告诉我们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监视机前面的 善性大德 大家好 易经大学到底在学什么 易经大学 我们都知道说学易经 学风水 还有学宗教 但是这些之外 还有没有 还有 师父开示 就是开人觉路 开就是打开那个开 人就是我们人类那个人 觉就是觉悟的觉路 就是这一条道路 开人觉路 师父跟我们开示 不悟 有如夜得灯 无疮暗事得光明 师父讲这句话是六祖谈经 里面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惨意 所谓不悟 就是你来学 你来学 你来不管学易经 学风水 学宗教 学维新圣教的法 你没有去领悟 没有去觉悟 那里 就像 一个房间里面都关着 没有窗户 门进来门关着都没有 里面只有点一个蜡烛 点一个蜡烛 这代表什么 代表 这个蜡烛很快就没有了 这个油灯很快就会熄掉了 最多给你两小时 五小时好不好 就像我们人生还有好几十年 你五小时算什么 我们光明 最大的光明的来源 就是太阳 我们要像太阳的光 这样一直进来 我们像月亮的光 一直进来 结果你不悟 就像蜡烛的灯 一下就熄掉 什么叫不悟 好 举几个简单例子 你不知道感恩 你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不知道父母的感恩 这个叫不悟 你不晓得 我们有祖先 你不晓得祖先的恩 你来为新圣教 你不晓得 老祖 和菩萨 以及师父的恩 不晓得 你如果不晓得 你会产生什么状况 你不知恩 就不会感恩 不会感恩 就没有原动力 你知道吗 你有感恩 你就会有原动力 我们再讲家庭 你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会感受到 父母的恩 感受到祖先的恩 感受到家人的恩 感受到子女的恩 感受到 所有亲戚朋友的恩 那你为什么 你就会 很认真的做事情 你就什么事情 会很用心 会去关怀他人 你会 自然会去 当助他人 你来 一间大学 你如果知道感恩 你会去做义工 你就会自动去做义工 你做义工 就去做义工 为什么 你充满了感恩 所以 这个就是书 以及老鼠师尊教我们的 开人觉路 我们来这里就是 打开你 这个觉悟的路 从知恩 感恩 再做报恩 你能够知道 做知恩感恩报恩 你才不会造业 才不会 忘恩互义 你才会 更认真的 来做 你认真来做 就不会有模考 不然一定会有谋葬 所以从知恩感恩报恩 再来 我们每个人来这个世间 是来续言的 来继续缘分 既然来继续缘分 那你要珍惜了 你要珍惜缘分 再来 第三个 你从 继续缘分 珍惜缘分 再来你就会 结下 生生世世的好缘分 我举一个例子 跟你讲 有一位学校的校长或是主任 很大了嘛 老资格的 他的孩子啊 读清华大学博士 博士班 好 读到三年级 带一个女朋友回来了 爸爸 爸爸 我要跟这个结婚 爸爸说 还没有毕业结婚 爸爸眼睛很大 好 没关系 爸爸想一想 不行啦 他们就 又带走了嘛 经过一年 又带回来 这位儿子又带着那个女孩子又回来 爸爸一看 又是他 他说 我们要结婚 爸爸没有办法 就问那个女孩子 他读什么 读高中 高中 我儿子读博士 他怎么读高中 差那么远 不行 我又把他挫骂一顿 他们又带出去了 然后他出去了 好 再 再下一年 又回来了 又带着他 说 爸爸 还是要跟他结婚 爸爸最后没有办法 好了好了 让你结婚啦 结果现在你知道吗 女孩子开口了 女孩子怎么讲 阿伯 我跟你说 我该结婚了 不好意思喔 哈 不是 我只有这个男生 你带不生了 我就惨了 又骂 就出去了嘛 对不对 那人骂了 那两个都不玩 然后三个带着你 你朋友出去啦 好 我告诉你 从此开始 13年都没有信息 我要讲这个 我要讲这个是什么 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 我们的家人 是来跟我序言的 孩子不是我们的所有权 你不要弄错 所有善心大德 你要注意 我们的家人 就是来跟我序言的 我的太太不是我的所有权 我的孩子不是我的所有权 我们只是来 在天上界讲好 我下来当你的儿子 我下来当你的先生 来叙叙言 我下来 你当爸爸 我当孩子 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就是你来益京大学 你才知道 你来学习这个道理之后 哇 那你就不同了 就像刚才那个 他第一次带着女朋友回来 爸爸就开始讲话了 啊 你们要结婚了 爸爸帮你办 你们自己要想好 孩子要结婚 不管男的女的 爸爸一定跟你办得风风光光的 是不是很高兴 孩子也不会丢掉 媳妇也不会丢掉 是不是家庭就圆满 你看到现在 我看已经18年了 那时候来问13年 现在18年都没有音信 这就是我要告诉 电视机前面的 我们所有来到世间 就是来续言的 有一次 有位爸爸跟妈妈 带着他的孩子来 来台中道场来请示 请示老鼠什么 他说哪一个女孩子的 名字跟面卦 他问哦 问什么 老鼠你看 我们这个孩子 娶这个女孩子 会把他按下来 可不可以把他压到底 我一听 我就差一点 挂急诊 你知道吗 因为他 不晓得道理 不晓得 人家这个女 也是人家的宝贝 我们要取的这个习物 不是垃圾 是人家父母亲的掌上明珠 如果你能够了解 这一点 是大家来续续言的 大家来珍惜缘分的 大家来结下生生世世的好缘分 那你就会 什么事情就做对 你就会很用心的 来做嘛 这个就是开人觉路 我们来文新圣教授 是学这个东西的 学开人觉路 让你能够产生领悟 能够觉醒 能够 有憧憬 你如果常常知道 知恩感恩报恩 你知道来这里 续言 续言 续言的 那你就充满了 喜悦与光明 这个是这个道理 是这样子的 是 我们校长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学习易经 是学习人生的道理 让人生顺利之外 让你跟人 还有跟国家 还有跟这个社会家庭 都能够和谐 是一种达到和谐的道理 那刚才校长有谈到 开人觉路 诗语路 这个是从我们 王禅老祖 全庙真经里面的经文 所摘录出来的 我们的校长有充分的体悟 另外校长 还有什么内容 要跟我们分享 再来这诗语路 诗语路 不是佛菩萨 再来诗语路 就像前些日子 台中我们中部 是不是限水吗 一个礼拜停两天 其他的五天供水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政府又宣布 再过两天 要限水三天 越来会越严重 最后如果说 只供水一天 那你是不是很惨 我们现在生活 那个马桶 没有电还可以过日子了 没有水怎么上厕所 太惨了 书又开始 没有水 没有雨露 人会厮杀的 所以 失雨露 失雨露不是教国不杀 他说刚才刚才 要人来做了 为什么会没有水 因为人类的灾难 人类的业障 做太多坏事 杀了太多僧 都没有照天理 当然会 上天不给你效语 不给你效语 我们就要失雨露 我们就所有的 义京大学学员 让我们大家共同来祈祷 来诵经 来做法会 来供养 来布施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习 我们要帮忙整个人类 为国修道 为我们祈福 我们要来施语路 学习施语路 就像前些好几年了 我们有一位台湾人民 去泰国开糖厂 那个糖厂很大 结果都没有鱼 所以那个甘蔗都不长 他的糖厂就没有糖 没有糖 那个糖厂有什么用 所以书父就教他方法 去泰国那边骑雨 要用修行骑雨 结果下大雨 开始甘蔗可以收神 施语路 在全世界各地方都可以施行 不是只有在台湾 维新政教为什么要来读义京大学 因为大家共同来这里 来为人类来祈福 我们要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又为整个人类来祈福 为整个地球的太平来祈福 我们整个地球不能够 都干旱 这样子就 人类就带来灾难 所以你来读义京大学 同样的要来行佛菩萨的 这种天命 共同来施语路 让丰收 就像开天九大菩萨 那个神龙大帝就讲了 要天下太平 要世界和平 首先要丰衣主食 没有饭吃 面谈 要丰衣主食 要施语路 所以你来读 赶快报名 来读 你共同来做这个事情 来施语路 来施语路 你就种下了福田 种下了对人类 这种贡献的功德力 你看 来读你才有 你如果不来读 你的诗语路 你只有一个人做不起来 要团队 要团队 才有办法诗语路 是这样子的 是 所以校长跟我们说明的 这个义京大学 是为全世界的人类祈福 师父跟我们开示 我们要为国修道 为人类 为人民祈福 其实这个国不是只有台湾 其实是整个世界 我们先前有法会 这个是为了天温煞神的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有超度196国天温煞神的这个法会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为国修道 其实是每一个国家 为民祈福 所有的人类 所有的人民 这是为新圣教义京大学 最崇高的目标 是 还有 我们来学义京大学 第三个就是 解罪消遣 解罪消遣 是什么 因为我们人都会犯错 犯错 知错能改善莫大冤 这佛菩萨讲的 所以说 我们来学习 为新圣教 就是要做解罪消遣的事情 过去犯的错误 错就错了 我们要来忏悔 要来修行 要来解这个冤怨 解这个冤怨 叔父就讲一个例子 有一次叔父 叔父现在比较忙 他以前都有在千窩市办事 为人家消灾祈福 看病等等 在做这种服务 有一次 一位爸爸进来了 带着三个女儿 这三个女儿都用爬的 已经二十几岁的 这个三个女儿 二十几岁都没有办法走路 都用爬的 爬进来 叔一看 哇 是蛇神 他后面有一条蛇的身体 叔就知道了 哎呀可怜 过去生这个家庭 以前都是杀蛇的 但是杀蛇的进来 师父也要帮忙他 总是不能叫他去死 是不是 佛菩萨就是你既然来了 就叫他 好 师父就告诉他说 来 你拿这个良黄宝铲 回去送 送这个经 你就会得到解脱 他说他不会送 不会送没关系 用看的 用看的 用什么 拿那个香 我们现在 一京大学 也有不认识字的来读 一京大学的好处是什么 没有年龄限制 没有 这个学历限制 没有 做什么职业限制 什么都没有限制 所以来读一京大学很方便 上山容易 上山非常容易 好 他就是拿那本经给他 叫他点个香 要点到 用香的香咖 点字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 长辈也好 不认识字也好 你一样要诵经 就是书教的这个方法 把经典拿起来 把香点着 把它点着 用香咖 用香的脚 点每一个字 每点一个字 就练一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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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走了 他好高兴 他继续再点第二个 再点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又站起来了 点第三个月 三个月都可以站起来 就可以开始重新做人 就会变成小姐了 不然你看在地下爬多可怜 这个就是解罪消遣 我们来学一京大学 就是要解过去生的所有罪业 来读 不然你很痛苦 你很痛苦赶快来读 不要等说病好了再来读 你除了挂急诊之外 其他的 做伦理的都一样要来读 吐拐杖的也要来读 赶快 越快越好 是这样子 是 谢谢校长 所以我们易经大学 进到易经大学 所得到的法益是什么 就是王禅老祖 《玄妙真经》里面开示的 《开人绝路 诗语路 解罪消遣》 接下来还有《话物生机》 我们会继续邀请我们的校长 来跟我们讲解说明 谢谢校长 阿弥陀佛 卫星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 弘扬中华文化 易经风水学 已经40年 在2021年的3月 混元禅师荣获联合国NGO 世界和谐基金会颁发 世界和谐杰出贡献奖 他对于台湾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 受到国际的肯定 我们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加入易经大学 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 共同传承和平的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学 我们今天很谢谢 易经大学的校长 田校长 园艺法师 谢谢校长 阿弥陀佛 我们也祝各位观众朋友 平安健康如意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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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